在新闻媒体的报导之下 然后一些老人家的讲述故事的时候 就说我们部落算是台湾最后一个通电的地方 那既然是最后一个通电 那代表它的一些交通工具一定是最后一个抵达的地方 我叫比树一 原住民叫比瑞 那我来自司马库斯 对不对 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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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问一次好了 重来一次 反正你会剪掉嘛 我是来自台湾新竹县街市乡司马库斯部落的比树一 我们部落全部都是泰雅族的族人 那我们的信仰是基督徒 信仰跟习俗的微距其实很类似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那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因为注重文化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还知道自己的 跟然后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家族的一些传统等等 其实我们回归到最后 结局都是爱跟包容 所以我们要去打猎 喜悦来自哪里 你知道吗 来自于你猎到猎物的时候 猎到猎物的时候 你看到 哇 我们终于猎到猎物了 那个喜悦感 对 就像 打篮球 有没有 你原本不会打篮球 你原本你投了十颗 一颗都没进 但是你努力 不放弃 然后投进了一颗 有没有 那个开心的愉悦 就像我们去打猎 那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原住民部落 那目前台湾好像是只有我们部落是 有一个共有共享的一个制度 因为有共有共享的关系 所以大家的贫富差距也不会比较大 那大家的相信力就更团结 毕竟在这么偏远的地方 如果族人不团结的话 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让他做得更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神木 是因为我们以前同目梦见一个很美的梦 然后他们去把它找寻出来才找到的 然后就慢慢变成那个光光圣地 应该是说他就也等于是我们另外一个神吧 就是说当然不是崇拜的那种信仰的那种 但是他也是等于算是守护我们的大自然的神吧 有时候回来就等于是一个充电 事必就是要提醒自己就是 虽然我自己选择去外地工作去学习 但是不可以忘记自己最初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也要去外地工作 就这样也是应该是一个很大 没有任何人消费 我们对此更多的原因 我们一起离开 然后我们一起去外地工作 您的经历 我们一起去外地工作 我们一起去外地工作